夫妻房子在誰的名下 或者婚前就在決定 這個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 因为如果先 我跟我太太是共同的概念 就是好 那这样房子就给他 我也没有觉得不好 我没有跟他争的意思 所以两个人不会吵架 所以我们没有为了这件事情吵架 但是像刚刚这个po文这部分 他们就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女方很在意说 房子要给他 其实我看起来好像 男方应该也透露给他说 我的爸爸妈妈要帮我买房子 所以有卖了一千两八百万 所以他才说那房子登记在我名下 所以我会反而认为说 那个女方他也不是说 完全不讲理 可能他听到这个讯息 他听到这个讯息 如果我是那个女方 我也是说 你说你爸妈帮你买 登记在我名下 比较有保障 但是如果说以男方的角度来说 这样会不会太夸张 那如果你担心夸张 法律上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在婚前买房 因为你如果今天就傻傻的 好那就一千八百万 直接买房子给女方的 那是婚前 婚前 就等于这一千八百万 全部就送给女方 那等同赠予 等同赠予一千八百万给他 这个是不太好的状况 那个一千八百万的价值 就不会跟你儿子 完全没关系 所以千万不能在婚前 挣一千八百万给这个 这样讲不太 对对女方 这样比较不太好 就是说至少也要婚后 婚后 或是说今天 婚后就两个人共有 婚后的也不会 要有流向的技巧 有一些技巧先处理 我建议如果说要买 就是买女方名字 头期款出没问题 头期款出啊 头期款出可能就三百万 四百万 那这个送给女方 也就让她安心嘛 就安心 那婚后的时候 贷款再由男方去缴 那是这样的比较好 为什么 你说那这样差别在哪呢 因为呢 赠予 赠予女方一千八百万 跟你三百万是不一样 因为婚后缴的贷款 是可以互相可以分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要注意啊 所以千万不要婚前 一次就给那么多 那但是如果你说 那没办法 也许男方很有钱 或者说女方一定要 那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一定要给 有没有解决方案 其实也有 我有帮这个 拖着想一个方法 那就是说 那今天男方他会讲说 那我担心啊 不是我 不是男方外衣 是女方你外衣怎么办 我一千八万 你想想看 我爸爸妈妈 把老本卖了 然后为了我这个 宝贝儿子结婚 我把一千八万 送给你买房子 那也听我们节目知道 一千八万就是女生的 那如果今天 不要说我男生外衣 是女生外衣 或怎么样搞个离婚 那我是不是一千八万 就打水漂了 那很惨啊 那如果要避免这个问题 又要用这样的方法 我建议写一个协议书 或者付条件的 这个赠予契约书 就是说你今天赠予 可以付条件 举例来说 当然这要看是用 公公婆婆签 或男方签都可以 我先以男方的角度 男方愿赠予 他所有的门牌号码 就房子 大安区的 房子可能是几千万给他 一千 那女方呢 如果受证 钱开不动产 后 如果与男方离婚 应于离婚当日 无条件 将房子返还给他 就今天我送给你 可以这个协议书 对协议书 或者是今天公公婆婆签更好 公公婆婆 我爱你啊 我爱你这个媳妇 我让你进门 那你给我签一个 你说你希望保障 那我希望是 你们婚姻是长长久久 我们来签一个这个 这打官司是有效的吗 打官司是有效的 就是尤其是 最有效是公公婆婆签的话 会更有效 因为公公婆婆跟他 其实主要赠予 他的这个赠予契约 那等到赠予条件不存在 那就抱歉 我就因为条件嘛 我们这样签好 讲清楚了 你就要还给我 因为老公如果正义的话 就是不能全部拿回来 那你没有付条件 就没办法拿回来 你有付条件 你还可以拿回来 对 或者说今天你 或者你说 那太 特别因为房产价值增加 那就没关系 如果离婚 那你还我多少钱 给我多少钱 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 讲好就好